好来看到0206强震当时造成不少自来水管线脱接漏水 为了减少破管漏水情形 自来水公司第九区管理处引进了日本抗震铁管 目前在花莲市区是进行了自来水管线的态换工程 市长魏嘉贤13号上午是到场关切 那么自来水公司也说 六个区预计将在六月前来完工 还请民众体谅跟配合改道 花莲发生地震频繁 0206强震当时造成不少管线脱接漏水 为了减少破管漏水情形 自来水公司第九区管理处引进日本耐震型铁管 开工前也邀请日本济师来台教学 目前在花莲市区进行自来水管线态换工程 13日上午花莲市长魏嘉贤来到林森路和复兴街口 透过第九区管理处长白荣裕等人说明了解工程内容 感谢我们公所这边的一个协助 让我们可以在今年来进行这样的一个工程 这个是采取日本那个NS街头的一个特殊的一个管材跟工法 那我们也遵照这个公所的一个指示 我们尽量在暑假前把这个工程给完成 其他的工区我们刚刚也有提到花岗街跟山明街 这边都已经完成了 那其他工区还包括正义街 来做一个新的一个态换 那也是采用日本的一个材料 那我们日本的技术 那我们希望态换完以后 能够避免掉日后有地震所造成水管破裂的一个情形 那影响到民生上面的需要 那在此也要请我们市民朋友能够多多体谅 那也多多配合相关的一个施工的一个过程 那再次的提醒大家 也希望工程完成之后 也能够发挥它预期的效果 街道管线泰换工程分六个工区 目前也完成花岗街与三明街等两个工区 现在进行的是三明街 复兴街 复兴街90项 民国路与大同街间 另外还有三个工区 是复兴街 综合市场 正义街 第三明街 复兴街 复兴街98项 林森路244项等 近期内将会施工 预计在暑假前六月前完工 还请乡亲体量并配合改道 记得讲邦院华林师报导